当中东是一片混乱的时候 我们的呼召是跟随神完成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心意 Role of Success是一个非营利事工 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医治和帮助阿拉伯人 我们的事工是2007年开始的 而至今已经有七个部门 我们的电视事工包含了贤德的妇人 心灵时间 主持人是伊凡以萨 也是我们事工的总干事 我们的电视事工在阿拉伯国家有四个节目 观众超过了3.5亿人 包含了全球的阿拉伯人 我们也在各处举办全能布道会 在阿拉伯国家都是创始性的 转化社会 有一次在开罗的布道会 来了两万多人 来自从各宗教和社会的不同层次 我们的负责人之音贾桂林尹萨 他在埃及花了许多时间 教导妇女权利和人权 他也在联合国帮助许多艾滋病的患者 我们的事工也常常支持宣教士去中东 提供医疗工具 改善他们的食衣住行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灾难和困难中的人 10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团队去了约旦 帮助了住在帐篷里面的难民 约旦王子和约旦政府 都参与了这一次的救济 在冬天来临之前 帮助这些难民 消息传出之后 我们收到了很多加州人民的爱心 包含了衣服、被子、玩具 总共加起来有四万多榜 我们所做的事情 有许多美国的议员和知名人士 都来支持 还有媒体的注意和报道 媒体也拍到了我们的义工 努力地整理所捐的东西 整齐地把所有的救济物品 放到卡车里 当我们送货抵达的时候 所有的小朋友 都用温暖微笑迎接我们 他们可以安心过冬 我们带去的东西 真的帮助很多人 我们会继续帮助这些人 也需要您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一起来帮助残疾的人士 以音乐来帮助更多的朋友 我们的音乐事工负责人 维德以萨 他的音乐事工常常举办演唱会 舞台剧 音乐性的影片 也播放到全世界 我们很重视为人带导和传福音的事工 我们的同工时时刻刻为人祷告 透过信件 电邮 或电话 我们的网络事工 有很好的网络互动 每年平均会收到 20万人的信与电话 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带导与支持 帮助我们在阿拉伯世界改变生命